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面对路边的蜗牛撒岩 一名博士生将面临三年监禁和20万罚款 你们没有听错 这就是因为一只蜗牛引发的案件 就在2021年8月份 香港理工大学的一名26岁博士生 因为对路边的蜗牛撒岩 造成蜗牛死亡被批捕 批捕的理由居然是虐待动物 这样极度不可理喻的批捕 一时之间登上热搜头条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 为什么杀死蜗牛还能被捕 按照这么推理的话 那些被打死的苍蝇蚊子 是不是也成为了呈堂证供 还是香港的法律对蜗牛有特殊的照顾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人说蜗牛遇到盐就会化成水 然而在刀尖上爬行都毫发无损的蜗牛 为什么会被盐轻易杀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改变人类法律的害虫 蜗牛 作为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富足类软体动物 身体是柔软且脆弱的 因此 它的背上有一个坚硬的外壳用来保护自己 但你一定不知道 除了坚硬的外壳 它的身体含水量竟然高达80%以上 部分特殊的蜗牛其含水量更是达到了98%以上 由此可见 这个世界上除了女人 蜗牛也是水做的 那么蜗牛遇到盐真的会化成水吗 细心的朋友应该观察过 爬行时 蜗牛主要依靠富足行动 为了避免富足肌肉跟地面直接接触 磨擦受伤 蜗牛会分泌出润滑的粘液帮助蜗牛爬行 除了避免摩擦 有粘性的粘液也能帮助蜗牛 更好的在光滑的物体上爬行 这也是蜗牛在刀尖上爬行 依旧毫发无损的原因 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 蜗牛每时每刻都在分泌粘液 来保证身体的正常运行 由此可见 蜗牛身上的粘液是维持其本身正常运行技能的关键 再加上 蜗牛本身就喜欢阴冷潮湿的地方 所以每当感到干燥时 蜗牛就会不断的分泌出湿润皮肤的物质 这就像我们皮肤干燥需要补水一样 对于蜗牛来说 水就是它们的生命 如果失去了水分和粘液 它们就会萎缩至死 而盐恰恰就是破坏蜗牛水分的天敌 我们都知道 蜗牛的皮肤生物膜不但很薄 其表面也没有保护其软体组织的细胞保护层 所以蜗牛对外界的渗透非常敏感 当盐洒在蜗牛身上逐渐融化时 盐水带来的浓度差 会让蜗牛表面分泌出更多的水分和粘液 来维持体内浓度的平衡 因为外界的浓度过高时 蜗牛的运动和呼吸能力会大大降低 而且因为盐具有吸水性 所以无论蜗牛分泌出多少液体 都会被盐分快速吸收走 这个原理就跟我们吃多了咸的东西想喝水一样 为了避免身体干燥 蜗牛会继续分泌出更多的水分和粘液 如此循环往复 蜗牛体内的水分会一点点被吸干 看起来就像是被晒干一样 与蜗牛相同 人用盐杀死马黄和水质也是如此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蜗牛遇到盐是不会融化变成水的 它只是因为身体急速脱水 但是其本身内脏和主要器官都还在 而且无论是化学角度还是生物角度上 蜗牛遇盐化成水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蜗牛是由糖 无基盐 蛋白质等物质组成 就算遇到盐 也不会直接化成水 只是因为蜗牛遇到盐会急速脱水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化成水了 然而如此弱小的一只蜗牛 居然能要了你的命 它是如何改变人类法律的 虐待蜗牛也能立案吗 看完接下来脑补军要说的 你就知道蜗牛究竟有多可怕 为什么说蜗牛是害虫 主要因为蜗牛是以蔬菜刮果和杂草为食 会啃食农作物的根茎 牙花等关键部位 而且蜗牛尤其喜欢啃食农作物的幼苗 不仅如此 蜗牛体内分泌的粘液还会阻碍幼苗的生长 诱发一系列的农作物病害 严重的甚至会使农作物的产量减少40%以上 除了损坏幼苗 蜗牛还是很多家畜家禽 以及某种寄生虫的中间宿主 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位香港博士生杀害的蜗牛 其实就是危害极大的入侵物体 非洲大蜗牛 这种蜗牛不仅体型大 寿命长 极不挑食 其繁殖能力更是惊人 因为不挑食任何农作物都是非洲大蜗牛的食物 这对于我们的农业林业都是巨大的威胁 最可怕的是 这种蜗牛的身上携带着有上百种危险的寄生虫 其中就有血溪虫 鞭虫 有一种叫广州管源线虫的寄生虫 更是能够通过蜗牛与人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接触 进入到人的大脑 蚕食脑部 引发 呕吐 抽搐 甚至是瘫痪等病症 尤其是传播结合病和弑酸性脑膜炎 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 如果不小心接触到他们 很有可能被感染 更别提一些胆子大的人 想要尝试着吃两口了 所以我们在户外碰到蜗牛 千万不要用手去触摸 稍有不慎 就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 那么这种生物百害而无一利 杀死他们本就应该是天经地义 为什么还会遭受到法律的制裁呢 这还要从香港颁布的一项法律条例说起 香港在多年来不断的完善着 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 更是在2019年引入 谨慎责任一词 就是为了加大对虐待动物者的惩罚 最高可判刑4到10年 并处以200万元港币的罚款 其中的很多规定看起来确实是在保护动物 但是令人想不通的是 其中对于动物范围涵盖的说明 包括任何哺乳动物 雀鸟 爬虫 两栖动物 鱼类 或任何脊椎动物 或无脊椎动物 这一看几乎把所有日常能够看到的动物都包括进去了 所以不光是我就连广大的网友都有这样的疑问了 我们看见的蟑螂是爬虫吧 看见的苍蝇蚊子也是动物吧 或者说平时连鱼都吃不了了 对待那些害虫难不成要让它们横着走 的确 在这些法律里面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对待害虫 但我想以我的角度分析一下 法律中说到不允许虐待折磨动物 让其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设想一下 如果我用电文拍直接将蚊子垫死 给它来了个痛快的 是不是就不算折磨了 或者说的再宽泛一些 如果我直接将某种动物一击毙命 让它毫无痛苦的死去 是不是也不会触犯法律 当然 这只是脑补菌的一种猜测 具体深化的一些内容还需要政府解释 另外 再说回蜗牛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蜗牛都是害虫 大部分的蜗牛身上还是有很多益处的 小小的蜗牛身上不但隐藏很多高科技 其中还有很多药用价值 以及食用价值 蜗牛体内的蛋白质不仅在含量跟质量上都位于全球动物之首 其中的脂肪含量也是微乎其微 但乌醇含量更是几乎为零 这也是蜗牛成为世界四大名菜之一的原因 当然了 蜗牛的药用价值也很高 不但能杀菌清热消肿 还能增强人的脑细胞活力 而且近年来的实验和研究 还证明了多吃蜗牛对人的皮肤和毛发有着不可言说的美容功效 蜗牛的粘液更是有着促进皮肤再生和伤口恢复的功效 也许正是这些原因改变了人们对小小蜗牛的看法 也正是这些药用价值赢得了科学家们的喜爱 同时让人们正式加大了动物保护法 那么你会为了美容养颜 让蜗牛在你的脸上分泌粘液吗 当然这是玩笑话 估计很多朋友害怕都来不及 我认为在对待动物这方面应该辩证的去看 对于一些有益的动物 人类的好朋友就应该去保护它们 但如果是害虫 它们首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总不能看着蟑螂老鼠在家里横行霸道吧 适当杀死城市里面的害虫 我认为是有好处的 既能让我们生活的更加舒适 也不会影响到种群的灭绝 何乐而不为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军 我们下期再见